歡迎大家回來政治發言人 我是你們的主持人胡柏倫 最近香港政府有大型魔術表演 擔桿做主演的就是我們的林瑞麟局長 劇目是什麼? 就是林瑞麟推銷補選機制 不是 替補機制 說錯了 以後不會再有補選 講開之前大家都聽過香港有幾種不同的選舉模式 有議席單票制 有全票制 有單一海專員投票制 有比例代表制 有幾種不同的投票模式 為什麼會有幾種不同的投票模式 實際上 為了什麼而出現這麼多的投票模式 可能之前都跟大家講過 為了政府希望得到不同的利益集團的一些協助 而製造不同的選舉模式出來 例如區議會 我們永遠都說是單二直彈票制 目的就是因為我們在地區層面上面 永遠建制派都會有一些比較大的好處 例如蛇齋餅總宴 會造成一個選舉的局面 就是建制派會贏多一點點 當然政府也不甘心贏那麼少 所以要委任議員進去 在立法會層面上面 大家認為政治議題是比起地區議題更加重要的時候 民主派自然就佔優 如果繼續以單二直單票制 可能我們會出現九五直選的局面 就是什麼 可能民主派差不多贏到八成的議席 九成的議席 所以就要實行比例代表制 那就是什麼 總會有些鐵票 民主派有鐵票 建制派也有鐵票 除了鐵票以外 就看選民的情勢 我們就會做到一個 例如你拿到六十個巴仙 有五個議席 你拿了六十個巴仙 你就會自然拿到三個議席的模式 平衡兩邊 但去到功能組別又不同 功能組別我們有兩種 一種就是普通功能組別 另一種就是小人的功能組別 第三種就是勞工界的功能組別 三種有什麼不同呢 先講比較少人的四個功能組別 四個功能組別 比較少人的 他們怎麼做呢 可能只有百多個選民 只有二百個選民 可能只有五十個人 五十個人 投票的話 可能只有一百人 投票 應修性 可能所謂的比較低 政府就要做一件事 可能擔心有一百個人參選 一百個人參選的時候 怎麼辦呢 就是用了一種叫做單一可轉移投票制 什麼為之單一可轉移投票制呢 就是我們平時選舉很少會見到的 平時市民真的很少會見到的 就是一張選票上面 大家要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這樣下去的 目的為了什麼呢 例如 目的其實就是 淘汰一些拿得最少票的候選人 令到所有的候選人都是過半數當選 那怎麼做呢 首先我可能第一個有A B C D四個候選人 那我第一個我心目中的人就是A 第二個是B 第三個是C 第四個是D 那一二三四排了 那假若選舉我們先算第一選擇 原來候選人A只有我一個選的 其他人那些沒有選去做候選人第一選擇的 那候選人A就會撇走 沒有了候選人A的了 那我張票仍然存在 那我就會看 第二選擇我選候選人B 那可能再重新點過 選候選人A的那些就會分下去不同的 那看有沒有人過半數 那如果有人過半數的話 那個人就當選的了 那如果仍然沒有人過半數的話 那怎麼辦呢 那又撇走最少票的人 那可能有些人選候選人B 是做第一選擇 有些人選候選人B 有些人選候選人B 是第二選擇 那再撇走完 那一路排下去了 可能排到 總之有一個人令到過半數為止 那些就是當選 令到認受性比較高 那可能其他功能組別 例如教學界 法律界 法律界 會計界 這些以個人形式的 有幾萬人 那些呢 會單二席單票制 即是有一個位置在這裏 你們兩個鬥生鬥死 那這些呢 通常都對泛民主派有利的 沒辦法 那但是有些呢 用公司票制度那些呢 那當然建制派有利的 所以其實不同的界別會擁有不同的投票制度 令到政府仍然是可以 就是 佔一個較大的比數 因為大家知道立法會的地方直選 他不可能拿到最過半數二席的時候呢 就用一些不同的選舉模式 令到建制派得益多些 那但是呢 就是這次我們見到林瑞麟局長呢 推銷這個這樣的補選制度 不是 替補制度呢 分別呢 跟以前我們好像 2000年 馬力 不是 2000年的懲戒藍 那又行賄受賄啊 那當然他自行 放棄議席 那也是辭職的一種啦 那當年有50 他的投票率都是四十幾個巴仙的 那就約未當選啦 那馬力 唉 任內去世啦 那就 就投票啦 那當年陳太太當選啦 那直到2010年 我們五區的補選 亦都是民主派 或者親民主派的人士入分這個議會的時候呢 那建制派就心有不甘了 啊 每次我都沒有了一個議席給你 又是你入分來 每次你自己放棄議席 又是你自己人入分來 那 那 和林瑞麟呢 就夾場大龍風 那 用一些所謂的 替補機制 那我們看一下 外國政府是不是有這樣的 替補機制的呢 啊 真的看一看的 都要 有啊 真的 原來呢 有些國家呢 就真的不實行補選 用替補形式的 那 當然也是比例代表制之下 才會有這個替補形式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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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做的呢 我們先講 一些大國家 美國 英國 美國 美國的替補形式 就是 大家都知道了 美國有幾大政黨 最大的當然就是民主黨和共和黨兩大 那 比例代表制認識投票進去的時候呢 那 那 那 有些人就總會是 一條 slave 一條slave 一條slave 就是一條的名單之下呢 有些人當選不到的 那 那可能 一條名單有14人當選 有15人不當選啊 那 那14人當選總會可能有意外發生啊 會病會死會辭職會 會 會移民等等 那 那 如果可能剛才那14個當選的人 選擇放棄議席的時候呢 就會由剛才那條名單的 最後第一個未能當選人士呢 補償 那 那當然你可以選擇不要的議席 那第二個補償 那 一路補補到直到你的名單沒有人為止 那 那另外一種模式呢 就是 另外一種模式呢 就是 芬蘭 不是 波蘭 或者挪威等等國家用的呢 就是 都是比例代表制 但是 它是用一種叫 單一可轉移投票制的形式 去實行的 那 剛才我講的單一可轉移投票制是怎樣的 那 去香港就 所謂的 在一些 幾百人 甚至幾百人 甚至百多人的一些功能界別之下所使用 那 但是 那些人可能都是幾千萬的選民的數目都使用的 那 那種模式就是 令到整個比例代表制 仍然是由選民的意願產生出來 那 我們看看 就是可能第一個意願 那個人辭職了 那 就給第二個意願 就是 我有選擇過哪一個 我的second choice 或者我的third choice 那 這個是我們 現在 看到的 或者看到的 一些 選舉模式 那 不同的就是 單一可轉移投票制 那 當年 林瑞倫就說 是 選民 就是在選民 就是在香港的立場就是 淘汰一些不夠票的選民 那 但是人家就是 我們選first choice 如果first choice 選不中 就會比second choice 這樣 令到議席的代表性 增加 那 這個是 其中一種 你可以決定 接下來 補償的人 是什麼 人 那 但是香港 這個很奇怪的制度之下 林局長現在推銷的這個政策 就是 由一個 未能夠當選的額外名單 補償 那 先講講會有什麼可能性出現 先 那 例如 例如 先講04年的立法會選舉 大家可能還記得當年1加1加等於4 就是說 李柱銘加楊心加何秀蘭加余若薇四個 有兩條名單 那 當年李柱銘跟楊心當選 何秀蘭 剛好落選 那 如果 當年余若薇辭職不做的話 根據當時的選舉結果就會何秀蘭頂上 因為何秀蘭擁有最多的儲票 那 很自然 余若薇辭和何秀蘭頂上都是同一條名單之下 但是假若 當年的馬力辭職 馬力死了 馬力的去世 原來又是何秀蘭頂上的 蔡素玉放棄移植 又是何秀蘭頂上的 那 李柱銘 放棄移植 又是何秀蘭頂上的 楊心辭職又是何秀蘭頂上的 那 不論任何情況之下都會有何秀蘭頂上的時候 大家覺得 明明我投票的時候 投給一個和我立場很一致的人 接下來變了一個這樣的 是的 那時候大家認不認同這種模式呢 那 看分可能 也有另一個制度存在 出現了 就是 可能這個 有四個議席 有四條隊 四條隊用完了 所有的余啞 那怎麼辦呢 政府沒有解釋到的 這件事 那 這個名單 除了是有 就是 替補上去的 議席的不公之外 當然也有一些實際存在的一些執行上的問題 好像我剛才所說 是條名單所有余票用盡了 那究竟誰替補上去呢 那 不一定是由 定外條名單替補的 不過今次的名單很明顯 政府都幾億民主派的 為什麼呢 因為梁國雄辭職 除了梁國雄辭職 除了梁國雄辭職 會由田北俊頂上之外 如果陳偉業辭職 就會由公民黨的張超雄頂上 如果你九龍西湖英文辭職 就會由公民黨的無敏症頂上 如果梁家傑辭職 就由陶歸行頂上 如果陳淑莊辭職 就由魯永樂頂上 都有四個是民主派 但是 四個而已 不是五個都是 要是根據個案選舉經驗 所有的補選 立法會地方直選的補選 都會由民主派的成員頂上 政府就覺得這種模式不好 千方百計 搞盡老執就想了一種不同的補選模式出來 不是補選 是替補的機制出來 就令到民主派不能輕易當選 林瑞良的解釋 如果同一條名單補上 就會出現不斷的辭職 補上、辭職補上、辭職補上 但是我們看看美國有沒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德國有沒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林瑞良又解釋 如果我們給多些人投票 會否混淆這個選舉制度 那你選舉制度第一是改嗎 91年就是單議席單票制 逐個地方直選 95年就變成雙議席雙票制 然後你去到98年就變成比例代表制 其實不斷地轉變選舉制度、選舉模式 甚至你說 接下來區議會第二的功能界別 行比例代表制和其他功能組別 都有所不同的時候 也都在轉變 那你跟我說 模式上不同 不可以轉變 難道這樣就代表選民是白癡嗎 所以基本上來說 即使有很多反對聲音 林公公仍然 又說了公公 她不是我的公 我沒理由做了她乖孫 是不是 林瑞倫仍然推銷這個 締補方案 原因為何 跟高鐵一樣 因為目的就是已經在立法會數夠票 即是已經是夠票了 一定通過的了 不用怕的 不用擔心 所以呢 就進行一場大龍鳳 好像跟建制派議員扯貓尾 唱雙王 在草案委員會 就草草地審議法例 也都不作任何公眾的諮詢 即使任何研究世界 所有選舉的學者齊聲說say no 大律師公會發聲明說 違反基本法的時候 她仍然 都不斷地推行這種選舉的制 替補的制度 霸王硬上攻 令到這個模式失敗 不 令到這個模式推行下去 說是替補機制 實際上政府又不知 又想到什麼陰謀在內 雖然你說這個替補機制是這樣做 但是 不是地方功能組別的時候 不是地方直選 或者區議會功能界別的時候 又不實行這個替補機制 也就是說什麼呢 真正是說 曾蔭權六 選中了行政長官 如果有一天她離世 或者董建華 腳痛辭職走人 梁家傑是沒得頂上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單議席單票制之下 如果你是建制派議員當選的話 你失去的議席很明顯就會由民主派得益 所以 為什麼功能組別不實行這種制度呢 就是建制派衰了 民主派得益 我們現在要做到的事情就是 無論如何都要建制派得益 不可以有民主派得益在內 所以 行政長官選舉不是這樣實行 功能組別不是這樣實行 區議會也不會這樣實行 這種模式雖然你說外面的人全部都在反對 但是 仍然是 林公公自圓其說 不斷地做人欲錄音機 講了百次講了千次 這種所謂的選舉模式就會實行在他 當然你說行不行是你的事 因為他已經在立法會數舊票了 除了這一場大龍鳳之外 政府現在 很多時候就會在想一件事就是 在立法會數舊票 很多東西都可以過骨 就不用理活你們 例如財政預算案派的六千元 例如 例如 可能我們講一些 一些我們 泛民主派認為不公義的一些條例 例如 當年的二十三條 都是因為 已經是立法會數舊票了 根本上都不需要作出什麼修訂 什麼修改 就已經舊票通過 好在當年就因為有五十萬人的上街 令到田北俊辭職 令到自由黨轉転 但是如果二十三條重想的時候 大家猜一下現在的自由黨會不會繼續轉転 就是支持政府呢 這個就是 立法會的建制派 壟斷了整個立法會的局面 但是有人會問 既然是這樣 為什麼 明明一些 民主派提出的東西 又不是這樣的呢 可能會有兩種不同的投票模式 立法會之內 大家都可能知道的 政府的投票 只需要 在籍議員過半數通過 我解釋有六十個議員 只要有三十個議員贊成 就可以通過了 但是呢 如果你是由議員提出的議案 就需要兩部分的在籍議員 分別過半數通過 那是什麼呢 好像我們講最低工資的法例 我們講這麼多年 其實不少民主派議員都提出過 最低工資的法例 但是要分別過半數通過 地方直選要過半數通過 功能組別也要過半數通過的時候 大家想到了 即使地方直選通過的時候 功能組別不通過你的話 你一樣是注定失敗 所以說呢 兩種不同的模式 套弄在兩個不同的地方 所以說呢 為什麼這個 這個政府 政府說什麼 他就可以什麼 但是議員自己提出的議案 就不可以說什麼就什麼呢 因為政府根本去 即使你地方直選 是全面反對 全部人都反對的話 只要功能組別 全部人投票給政府的話呢 那就沒有問題的了 這個呢 就是現在這個 香港社會的制度上的 的基人 立法會制度的 的基人 就是這樣 這個 接下來這個 所謂的 替補機制 實行呢 也都會是因為這個原因呢 令到 這個整個 我的選舉的制度呢 越來越 極刑 那麼 有人說 區議會的 委任制度 要取消 我們都聽 經常聽政府消息人士說呢 就說 政府都說想取消區議會委任制度 想 不會做 為什麼呢 因為不是說一句 有些地方 好像葵青區議會 建制 民主派 民主派 拿到議席的 好像灣仔區 早幾年民主派 拿到議席的 他就要安插 一些委任議席下去 令到這個議席的 建制派人數呢 增加 簡單的說呢 就是說 政府買票 我給你幾萬元 一個委任議員 就要你那一票而已 所以說 現在的制度 除了是畸形之外 是畸形之中 畸形 接下來這個 替補制度 就會告訴你 就是 政府 即使 是 有信心 去做什麼的時候 仍然是不想你民主派得益的時候 所以就決定 斬了這個補選 令到你一些 所謂的 一些小數 人士 去當選 這個補選制度很畸形的 以我自己的想法 就會 令到很多人 拿著10票又會出去選 100票又會選 為什麼 如果替補幾隻 你又不接受議席 你又不接受議席 你又死鬼了 你又放棄議席的時候 可能我100票就當選 可能我10票就可以當選 做到很多這些不同的人士去參選 令到整個選舉的模式 再不是一些我們叫做 所謂的代表進去你的議會裏面 而是改變了制度 變成 除了投票讓你當選 除了要投票讓你當選 你要叫你身邊人 你想想哪個替補 怎能配合票 基本上這個就不是一個選舉 這是一個 傻哩隆重小朋友玩泥沙 才會說 我們如果這樣 好像以前 不知道大家小時候放學 媽媽就跟你說 如果爸爸不來照顧你放學 就會媽媽來照顧你的 小朋友一定會問 如果媽媽沒空誰照顧 舅舅舅舅舅 如果舅舅沒空誰照顧 阿嬤照顧 如果阿嬤沒空誰照顧 爺照顧 如果阿爺沒空誰照顧 阿公照顧 這些才會是小朋友 才會提出的問題 現在就會來到 政府的想法 原來是這麼天真 這麼傻的 就會說 如果 兩個不做議員就田北俊做 如果 陳淑莊不做議員 就由 盧永樂做 這樣的想法 剛才聽我大家說 像不像那些小朋友問問題 幼稚園學生問你 媽媽不來照顧你 誰會負責照顧你的問題 現在在這個政府 想法是這樣 天真這麼傻的時候 大家覺得 這個制度是否值得支持呢 我不會叫大家不要支持它 但是我覺得 大家需要想一想 如果這樣實行了之後 香港政府只會越來越激人的時候 大家還覺得 香港值不值得大家繼續留下去呢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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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